说若不名词 妄论你协谈 不为自障 亦坚毅障人 于此法门大臣罪过我 你要不深入见藏 对这个法门透彻了解 你去批评他 你去谈论他 你的见解 你的言论不切实际 全说错了 不但你自己障碍自己 你不能够念佛 不能瓦身 你也障碍别人 为什么 别人听你的物以为真 就不接触这个法门 这个要负因果责任 无论干什么事情 你要批评 或者是你赞叹 一定要把他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 你才有资格开口 如果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 那就是古人所说的 开口变错 动力皆怪 你全盘错了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碰到一桩子球 那个时候我在台中 住在慈光图书馆 有一天早晨 有个客人来 越南十年来看书的 看报纸杂志的很多 有一个是基督教徒 他这个教堂距离我们的路口不远 走路大概五分钟 到这里看到我口音安慰人 他是安慰人 他是老乡 基督教徒 这碰到老乡了 难得了 他这个东西也不看了 就是我谈新教 赞叹基督教 上帝批评佛教 把佛教批评得一文不值 我在那里功功晶晶地听 他没事就点头 我都在点头 讲了两个重点 我都点两个重点 别人看到我这个态度 觉得我怎么这么无功胆 跟人家把我说的一文不值 两个重点 快到吃午饭 我泡了一杯茶供养他 我就向他请教 我说 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 是不是先要把文章看看 然后再批评 那当然的 我说 你批评佛教 我很赞成 你能把佛教批驳地倒了 你救了多少人了 你的功德多大了 他得意洋洋啊 我说 佛经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 我们图书馆 每个星期三老师的讲经 有没有来听过 没有来听过 我说 你胆子很大了 还有很多人在旁听的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笑话一样 蛮连通了 一句话说出来 我们的朋友 以后告诉我 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一招 我说 我看他 他真理一窍不通 在胡说八道 让他发 发足了 再打他一棒 会把他打醒 他没有发足了 别通口的 让他发 所以他一直想 我就一直点着 这个人还算不错 第二天 带他这个教堂的神父来看我 态度就不一样 很有礼貌了 所以就怕胡说八道啊 强不止以为止 现在 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这一生不敢这样干法了 小时候要这样说话的时候 老人就要骂你 要责备你了 处罚你了 所以我跟宗教往来 所以我跟宗教往来 我一定心里就读他们的经历 我对他有认识 对他了解 我们才结束 结束大家欢喜 我懂这些东西 我不外行啊 我在新加坡 讲过古兰经 讲过玫瑰经 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 我那套玫瑰经的光碟 现在在天主教很流行 很多人在天狱 我到北京去 我还把这个东西送给傅铁山 傅铁山给我是老婚人 非常丑远 所以说 中国不认识 知己知彼 本战本身 知己不知人 不能讲话了 知人不知己 也不能讲话了 现在的佛门弟子 对于自己的教理也不通 你怎么 能够跟其他宗教交流 全搞通了之后怎么样 是一种事情 所有宗教 你展开今天 80%是同的 20%是不一样 不一样什么 生活方式不一样 文化背景不一样 居住环境不一样 那造成 宗教里头 方向目标 决定是一致的 总的第一个字 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思想 它怎么不能团结 当然可能了 这是有掌握这个中心的 我们最初想跟宗教往来 总还要有辩论 总还有难的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解决的 我这十几年 一个障碍都没碰到我 确实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同一个梗 就在这个地球上 也是同一个梗 以后随着地阔的变化 分散在国防 根本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